加州最大的保险公司State Farm近日宣布 因成本上升、拒灾风险增加以及过时的法规 该公司计划停止续签加州约3万份财产保险和4.2万份商业公寓保单 这4.2万套不续约的商业公寓 代表着State Farm全面退出加州商业公寓市场 State Farm称 另外3万份不续约的保险将影响房主、出租住宅和其他财产保单 该公告仅适用于加州的客户 该公司表示受影响的用户将在7月3日至8月20日之间得到通知 3月21日在德克萨斯州美墨边境埃尔帕索 约600名移民聚集在此边境附近 希望进入美国获得庇护 当德州国民警卫队试图将移民分成较小的群组时 局势开始变得紧张 视频显示一群移民冲向国民警卫队 其中一些人将围栏拉开了一个可以进入的缺口 5名国民警卫队成员则举枪试图阻止移民前进 被枪口对准的移民举起双手投降 但几秒钟后他们将国民警卫队成员撞倒 突破了防线 美国国家边境巡逻委员会主席贾德表示 所有涉事的移民现已被捕 特供正查看相关视频 找出是谁袭击了士兵 这些移民将被驱逐出境 但仍保留申请庇护的能力 加拿大移民部长马克米勒3月21日宣布 联邦政府希望在未来三年内减少临时居民 在全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 他表示截至2023年 临时居民占加拿大人口的6.2% 政府正在努力在2027年将这一比例减少到5% 即约减少超过40万名临时居民 米勒表示第一个目标将于9月设定 他将于5月与各省和地区官员召开会议 讨论将临时居民减少至5%的计划 并要求对现有引进临时居民的计划进行审查 以便能更好地满足劳动力需求 此外 政府计划从5月1日起减少进入加拿大某些行业的工人数量 中国商务部3月22日公布的数据显示 今年1、2月间 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为2151亿元人民币 同比暴跌19.9% 这也是这一数据连续第八个月下降 华尔街日报引述中国商务部的话说 中国今年前两月吸引外资出现下滑 是因为一年前吸引的外资创下了最高的记录 中国商务部外资司负责人表示 去年1、2月 中国实际使用外资规模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2684.4亿元人民币 今年虽然有所下降 但仍处于近十年第三高位 今年1、2月 新设外资企业数高达7160家 同比增长34.9% 也是近五年来最高水平 显示出跨国公司依旧看好中国市场发展机遇 持续加码投资中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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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